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与之未取正之宝也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放在今天我们自己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依然是同样的道理 你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先想一想你付出了什么 你什么都不想付出凭什么就要得到呢 我们继续来看管仲的结局 司马迁说管仲负你于公事 这个你就是比的意思 就管仲家里很有钱 非常非常的有钱 有钱到什么地步呢 简直跟齐国的国君可以相提并论 而且有三规有反电 这个三规反电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有一种解释说三规是什么呢 说这个管仲有三个老婆 所以这个老婆回到家叫规 所以说三规是有三个老婆 但是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句话跟整个文章之间根本是搭不上的 他这句话绝对不是为了管仲是个好色的人 绝对不是为了表现这个 他是告诉你说 管仲这个三规是有三块自己的风力 就是指管仲的家大业大 这是三规 什么叫反电呢 就是一般是各个诸侯之间 大家在集会的时候 中间会累一个高台 这个东西叫反电 大家敬完了酒 把酒放在上面 把一些这个摆的贡品放在上面 但是管仲家也有这个 而且就是在大家的堂屋里 按理说这事是有点奢侈和不合规矩的 但是在司马迁看来 因为管仲的功劳足够大 因为他给了全国老百姓的东西足够多 所以哪怕是像他这种富可敌国的 甚至有点越了规矩的行为 齐人不以为齿 这个齿就是奢侈 齐国的人从来不怪管仲奢侈 他觉得人家管仲享受这是应该的 因为管仲的存在 使得我们这些人吃饱了肚子 不让他享受了让谁享受 所以其实把刚才那句话 与之未取正之宝也 拿过来放在管仲自己的身上 也是适应的 就是因为管仲在拿之前 先给了别人足够多 你像今天我们有时候也说 我都累了一辈子了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你可以享受享受 但是你现在想一想 你前面给了别人多少 如果你自己在享受 别人水深火热 你说大家不烦你烦谁呢 对吧 这个不就是吃毒食吗 但如果你说让大家都特别好 你吃的稍微多一点 这没关系 因为大家都会感激你 所以司马迁在里面 就没有批评管仲的奢侈 他说管仲的奢侈 其国人都没有意见 都觉得很应该 就该让他奢侈一下 管仲族其国尊其政 常强于诸侯 甚至等到管仲死了之后 他的功劳导致其国 在后世的几十年当中 都比其他的国家的国力要强大 这就是管仲了不起的地方 那到这儿为止呢 管仲的部分就暂时的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要讲到另外一位 那就是燕子是楚当中的燕英 那司马迁在讲完管仲之后呢 接下来就开始讲到了燕子 那怎么把这两个人连到一起 他讲了一句话 叫做后百余年而有燕子 就是在管仲之后 大概一百来年出现了燕子 那燕子呢就是燕英 他也是齐国一个非常出名的大臣 大家知道比较多的是 燕子是楚这个故事 他长得比较矮小 但是呢 这个人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甚至可以和管仲相提并论 所以司马迁也把他们两个人 写到了一篇的传记里面 但是今天来讲燕子 我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燕子是我的正儿八经的老乡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燕子 燕平仲 英哲 英是他的名字 我在怀疑这个燕英 当时起这个名的时候 估计就是因为身材矮小 是吧 这名字叫英 后来的嗜好叫平仲 来之一为人也 说是来地一为这个地方的人 一为是哪里呢 就是今天的山东高密 大家如果知道我们中国有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莫言 莫言老师的家就是高密 我的家也是高密 所以我说这是我正儿八经的老乡 来之一为人也 是麒麟宫 庄宫 锦宫 你注意在这里他告诉你 燕英这个人是一个三朝老臣 麒麟宫 庄宫 锦宫 他都是齐国的国相 而且以节俭力行 重于齐 那讲到这里我们就突然发现 燕英跟管仲两个人有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管仲一直在侍奉齐桓公 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但是燕英呢 经过了林宫 庄宫 锦宫 这三代君王 第二是我们前面提到 管仲比较奢侈 生活比较奢靡 但是燕英呢 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他非常非常的简朴 非常的少 那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为什么要放到一个传记里 就是因为在司马前看来 你到底是从一而终的这样走 还是你历经了几代的君王 还是说你是一个生活上有些奢侈的人 或者生活上有些节俭的人 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给你的这个国家 给你国家里面的百姓 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来看后面 他讲到 燕英既象棋 食不重肉 窃不一薄 这个当然讲的也是燕英的节俭 节俭到什么地步呢 吃饭的时候 有的时候甚至没有肉 按理说 你作为一个上卿大夫 那这个肉是必然的 必备的 对吧 但是他有的时候没关系 窃不一薄 他家里面的窃 也不会去穿那些 很好的布料 就是从他自己的吃饭饮食 到他的家人都非常的简朴 其在朝 君欲及之 即威严 欲不及之 即威行 这里的威严威行 不是威险的意思 这个威是正直的意思 就是说燕英这个人非常的正直 如果君王跟他讲话 说他的事 他就非常直接的正直的跟君王谈论 如果没有讲到他 那他就自己默默的正直的去做 国有道即顺命 无道即横命 这也很有意思 什么叫有道顺命 我相信这个大家能懂 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的国君 是一个贤明的君王 他就会听从国君的命令 但是如果这个国君 是一个混蛋国君 那你觉得他作为一个大臣 应该怎么办 一般人说那我就要抗命 但是燕英不是 燕英叫做横命 什么叫横 横就是掂量掂量 想一想 我们今天没有所谓的君臣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家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叫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 或者说有时候 我们在学校里面 有师生关系 对不对 有没有经常听到 这个学生抱怨老师 我们那老师特别不靠谱 他讲什么不想听 他讲什么我就想跟他对着干 对吧 或者有时候在公司里面 我们那个上司别提了 特讨厌 他怎么怎么着 或者有的在家里边 我觉得我妈是个糊涂蛋 我妈讲的话就不能听 怎么怎么着 我每天嘲笑他 但是燕英的态度是什么呢 燕英的态度是 如果你碰到一个好的上司 好的老师 好的父母 你当然要听别人的命令 但如果你觉得他们脑袋不那么清楚 怎么办 你也别硬着顶 请你衡量一下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 他的命令确实有危害 那你就别干 但是如果他这个话讲出来了 没那么大的毛病 最多就是让你不舒服一点 没那么大的危害影响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就叫衡命 所以为什么这个燕英可以做三朝老臣 他的这个政治智慧是很了不起的 大家看到这里 看上去轻描淡写的 麒麟公 麒庄公 麒井公 感觉好像很普通 这三代里面是乱的 麒麟公刚开始是 因为自己宠爱一个妃子 然后把这个妃子的孩子 立为太子 把原先的太子废掉 结果导致国内开始乱了起来 乱了之后呢 把这个宠妃的儿子就给干掉 麒麟公直接气得吐血身亡 也就是说麒麟公的晚年的时候 齐国内宫里边是乱的 后来这个原先的太子呢 就登基了 登基了之后就成为了庄公 结果庄公又是被崔柱给杀掉的 被他的一个大臣给杀死的 因为这个庄公啊 做事情行为有点不检点 就被杀掉了 杀掉之后 后来井公又上位 所以其实在燕英所处的这个时代 并不是一个很和平的年代 大家不要觉得说 他为什么能三朝老臣 因为他活得久 对吧 不是的 他在齐国当政五十多年 这五十多年当中 齐国的内乱不断 但是燕英之所以每一朝都可以作为重臣 也不是因为他会拍马屁 而是因为国有道即顺命 无道即横命 他做事情非常的懂分寸 这是他的政治智慧 以此三世显明于诸侯 所以呢 当时就连其他的诸侯国都知道燕英的名字 因为大家觉得说 齐国听说最近乱了 是的 谁上位了 谁谁谁上位了 那谁来辅佐 燕英 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齐国又乱了 是的 换了一任国军 那现在谁来辅佐 燕英 对吧 最后说 最近怎么弃国老乱 又换了一个 没错 现在谁来辅佐 燕英 所以其他国家的君主都觉得 这个燕英好厉害 对吧 就不管你怎么乱 永远是燕英 铁打的燕英 流水的齐王 这种感觉 好 那这是对燕英的一个整体的论述 到后面就讲到了燕英的几件事 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件事情 他说 岳石甫贤 岳石甫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说这个人很有才华 在雷蟹中 这个雷蟹是什么呢 你看这两个字都是脚丝旁 他们本来就是那种捆囚犯的黑绳 后来用来代指监狱 代指囚牢 说岳石甫这个人很有本事 但是呢 曾经被关在了监狱里面 曾经犯了事 燕子出 遭之徒 这个说燕子有一次外出 驾着车马 半路上碰到这个人了 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本事 于是他就想把这个人救出来 但是他是个囚犯 怎么救呢 可以花钱赎 就在中国古代 囚犯是经常可以花钱来赎的 所以现在要赎这个岳石甫 但是呢 燕英前面有个铺垫 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非常的节俭 家里也没什么钱 这时候他想赎这个岳石甫 怎么赎的呢 他把他的那个作为大夫的车架 左餐啊 这是最重要的一匹马 把这个餐马给解下来 卖了 赎了这个岳石甫 这个左餐相当于他的马当中 掌控方向的那匹马 这是所有马群当中最聪明的那只 最重要的这只给卖了 发的今天就是你开着一辆宝马车 在路上跑碰到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然后你需要赎了他 但是你没有钱怎么办 把自己的宝马车的轮子拆下来 对吧 就这个感觉 然后后来带着他跑过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轮子的宝马车跑不了 但是没有左餐的马 还是可以跑的 所以他的这个马车 就带着这个岳石甫回家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